你在娶老婆的时候最看重什么呢 俗话说 宁娶二度花不要一下人 这句话究竟有何深意呢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不少俗语都是民间百姓 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了总结 这句关于古代婚姻生活的俗语 同样如此 这是前人对男子选择配偶时 所总结出来的精辟言论 所谓二度花 仅没开二度 并不是什么花花草草 本意是植物二次开花 后来人们把她比喻 离过一次婚的女人 另娶二度花 这一半句的意思是说 宁愿娶就是结过两次婚的二婚女人 为什么一个男人 要娶一个二婚的女人呢 其实这主要是因为 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男人 比起打光棍 通常更喜欢找二婚的女人 这些女人 多半是和以前的丈夫感情不和 或者个人作风不满足 夫妻的要求 比如不遵从三从四德 犯了七出之罪 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造成的分离 封建时代的女人没有地位 尤其是出嫁的女人 只要触犯了七出 就会被丈夫修起 所谓七出 既无子 淫义 恶极 嫉妒 不孝 盗窃 多言 农村人结婚 习惯一般 遵循古之 讲究 一种男女相克的迷信风俗 在以前的旧社会 结婚之前 要找孙明先生 根据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 进行测算 如果女方和男方八字犯冲 婚后 就有可能家庭不合 甚至客夫 客财 所以农村男人最害怕找客夫的女人 而被修过的女人 丈夫还好端端的活着 所以是不客夫之人 光棍们找媳妇 首先对象 也就成了他们 在古时候 男尊女卑的社会下 离了婚的女人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 而被丈夫所抛弃 但是他们 从出嫁到被修 一般没有任何选择可言 在父权社会 对女性严苛的制度体系下 女性就是男性的一个物品 在经历过一次婚姻后 这些被修妻的女性 往往心怀羞愧 不光是在男人面前抬不起头 在女人背后 还会被指指点点 因此 他们会对第二任丈夫 更加关怀 所以 也有俗话说 一任潮 二七宝 可见刚结婚不久 并且没生孩子的女人 在这些男人眼中 还是较为可取 宁娶二朵花 不娶一下人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谁又是一下人呢 既然二朵花 是指那些匹配了生辰八字 三叔六里 明媒正娶的妇女 只不过新婚不久 双方自愿合理了而已 但是一下人可就不一样了 在现代 那些死了丈夫的女人 被称为寡妇 而在古代 也被称为未亡人 古人密信地认为 寡妇的命是很硬的 寡妇再婚的时候 甚至会背上客夫的名声 因此 这对男人来说 有些后怕 即使他们在家中 侍奉公婆 养儿育女 丧偶之后 也会背负一生的骂名 最主要的原因是 二朵花 是那些早早 与丈夫分开的人 他们往往还未曾生育 但是被丈夫 遗留下来的人 往往已经年老色涮 在婆家 生儿育女了 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 寡妇门前事非多 意思就是 女子一个人生活 就算唯人处事再怎么避险 难免会有一些不轨之人 前去骚扰 久而久迟 一旦被三姑六婆盯上 一个水性洋化的女人 就在她们的交谈中 被添油加醋了 原本真洁的女子 就会平白遭受侮辱 男人自古以来就精明得很 不只是表面上 贪通美色那么简单 对女人的情况 早就心知肚明后 自然会经过一番权衡利弊 一个是年轻貌美 且生育能力良好的二朵花 不会要那么丰厚的片里 婚后二人还可以重新组建家庭 最以为重要的一点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女人还会倒帖 这样一来 自己便能够软饭硬吃 家庭地位 还不会受到任何威胁 可谓是性价比最高了 但是 家人多年 且生过孩子的一下人 不仅名声不好 但就克服这一项 他们在娶的时候 就会心有余悸 更何况 还会多个前任的孩子呢 这个时候 孩子一般年纪都不大 未来的开支 就关系到两个家庭的组建了 复杂的力往互相纠缠 往往会让更多 意志不坚定的男人动用 所以 宁娶二朵花 不娶一下人 变成了前人 对男子选择配偶时 所总结出来的精疲言论 光棍娶媳妇 有什么讲究 俗话说 宁娶二朵花 不娶一下人 这些俗语 又是如何指导古人 婚姻生活的呢 一般来说 花开二朵乃是大戏 情代戏曲 二朵梅里面 就有一对合理的夫妻 破镜重圆的感人故事 因此 二次婚嫁的女子 相对于 暗讽丧夫 女性客夫之意的 以下人而言 还比较容易 被婚姻市场接受 在关乎女性自身历史 不能被女性主导的背景下 寡妇一词 成了女生最怕的禁忌 史经里说 笔有一饼 死有智慧 一 寡妇之力 这句话的本意是指 耕作的人们 在收获的时候 往往会不小心 遗落一些稻谷和卖孙 但是这些 并非是人们 真的想要丢掉的 而是因为同情那些 没了丈夫的女人 希望借此机会 变相资助给她们粮食 也叫做寡妇之力 对于古代的封建社会环境而言 女性不仅要守男尊女卑 三童四得这些约束 更多的是生活中 看不见的精神绑架 和道德压迫 对于封建社会的男子而言 到了一定年纪后 就会服劳役 兵役的义务 也有很多男子 在此过程中意外死亡 这时 他们的妻子 就成为了王妇的寡妇 一开始的时候 会被人同情 但是久而久之 就会被死亦非亦 说这个女人面相不好 命数不好 都说古代女性的命运 总是悲哀 随着唐宋时代以后的 社会风气开放 夫妻双方协议后 取消婚姻关系的女子 也越来越多 就有些男人 娶了她们之后 则认为比不上那些 娶了清白之身的女子 就把寡妇贬得一文不值 意思是说 则姐虽娶了一个二婚的女人 但这是因为 以前的夫家不懂得珍惜 可是寡妇客夫 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否则他们的丈夫 又为何会早逝呢 其实这些言语 都是对女子的枷锁 更显示出了 自古以来的社会风气 都是对女子不公平的 天灾人祸的事情 她们也是身不由己 却孤身一人 背负着流言蜚语 和无数骂名 这是时代的悲哀 也是男性和女性 共同的不幸 只是男性 是精神的不幸 女性则是双重不幸罢了